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你知道吗? 迪士尼的媒体业务现在比其乐园业务更令人兴奋。 最近,迪士尼的综合流媒体平台,包括Disney家、Hulu和ESPN家, 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赚取了4700万美元。 相比之下,去年同期亏损了5.12亿美元。 这背后的原因包括《脑筋急转弯2》和《死士与金刚狼》等电影的票房大热。 另一方面,迪士尼的主题乐园部门却面临消费需求放缓的挑战, 主要是因为价格上涨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尽管公司在未来10年内计划在主题乐园和邮轮上投资600亿美元, 但投资者似乎更关注媒体业务的增长前景。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表示, 他预计媒体业务的势头只会增强, 并透露未来两年将推出多部备受期待的电影, 包括《海洋奇缘》和《阿凡达》等。 那么,迪士尼能否说服投资者相信其媒体部门不是拖累股价的负担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迪士尼的媒体资产开始比其乐园更令人兴奋。 曾经,迪士尼的乐园和度假村是浙家娱乐巨头的亮点, 如今,情势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根据CNBC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间, 投资者们一直在为流媒体业务的亏损, 传统付费电视的衰退以及一连串的票房失败而担忧。 然而,在今年第二季度, 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出人意料的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 赚取了4700万美元, 而去年同期的亏损高达5.12亿美元。 这是一个惊人的改善。 此外,迪士尼的电影部门也势头强劲。 《脑筋急转弯2》打破票房记录, 成为有时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而《死士与金刚狼》在全球上映仅两周, 票房收入已达8.24亿美元。 这些成就让迪士尼成为2024年首个全球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影视公司。 然而,迪士尼的主题乐园部门在第三财季末期的消费需求放缓, 这一消息让股价在早盘交易中下跌约3%。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博·艾格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表示, 他预计媒体业务的势头只会增强, 这对华尔街来说是个好消息。 艾格特别提到,将于9月开始的打击密码共享行动, 这将帮助公司吸引新订户并增加收入。 Netflix的类似努力在过去一年中显著增加了新客户, 迪士尼也计划在10月中旬提高旗流媒体服务的价格, 这些举措都预示着未来的增长潜力。 艾格在会议中提到一系列尚未发布的电影标题, 以强调迪士尼工作室在2024年级以后的坚实定位。 当你想到这些电影在票房上的潜力, 以及他们推动全球流媒体价值的潜力, 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前景感到乐观, 艾格充满自信地说道。 从海洋奇缘到复仇者联盟, 这些电影名单无疑展示了迪士尼的强大创作能力和吸睛潜力。 迪士尼并没有淡化乐园的重要性, 公司去年表示, 计划在未来10年内在主题乐园和邮轮上投资600亿美元。 然而, 对于公司来说, 更为关键的是说服投资者相信媒体部门不是拖累股价的负担, 而是增长的引擎。 迪士尼可能面临乐园问题。 然而, 迪士尼的乐园业务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根据CNN报道, 迪士尼乐园在上个季度表现不如预期, 利润有所下降。 虽然入园人数保持稳定, 游客的消费也有所增加, 但经济不景气对旅行者的影响无法忽视。 旅行和休闲曾是美国人愿意花钱的领域, 但现在普通美国人选择待在家里, 这可能是经济的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迪士尼乐园的低迷对这家娱乐巨头来说是个坏消息, 因为在后疫情时期的旅行热潮曾经支撑了公司, 当时其电影业务陷入低迷。 流媒体业务尚未盈利。 通货膨胀也促使迪士尼国内乐园的收入下降, 而新技术和游乐设施则轻蚀了利润。 这些问题紧随airbnb糟糕的财报之后, 这家住宿分享平台报告美国消费者需求放缓后, 其股价也大幅下跌。 尽管如此,迪士尼的国际乐园和邮轮业务却呈现不同的结果。 低收入消费者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高收入消费者则在进行国际旅行。 即使价格上涨, 人们也不愿意取消假期, 特别是对于像迪士尼这样拥有强大品牌认知度的公司。 迪士尼的一个亮点是旗流媒体服务首次实现盈利, 这一壮举只有Netflix能够持续实现。 公司在周二宣布对迪士尼家、 Hulu和ESPN家进行全面涨价。 公司的娱乐业务也从疫情时期的低谷中反弹, 当时顾客不再光顾电影院。 Johnston在接受CNBC节目访问时提到, 我们已经恢复了每年制作多部10亿美元电影的卓越标准, 我们在5月、6月和7月分别拥有最大的电影。 迪士尼重返盈利、 流媒体服务和《头脑特工对二助力收入增长》。 根据Guardian报道, 迪士尼在第三季度重返盈利, 这得益于其综合流媒体业务首次开始盈利 以及电影《头脑特工对二》在影院的出色表现。 娱乐部门的运营收入几乎翻了三倍, 达到12亿美元。 这主要归功于其直销消费者和内容销售, 授权及其他部门的良好表现。 华特迪士尼公司在截至6月29日的这一季度中 赚取了26.2亿美元, 相当于每股1.43美元, 而去年同期则亏损了4.6亿美元, 相当于每股亏损25美分。 总收入增长了4%, 达到231.6亿美元, 超过了华尔街预期的229.1亿美元。 内容销售和授权部门的运营收入达到2.54亿美元, 这得益于《头脑特工对二》在影院的强劲表现。 该片现已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迪士尼加表示, 2015年上映的原版《头脑特工队》帮助吸引了超过130万迪士尼加的注册用户, 并且自《头脑特工队二》首支预告片发布以来, 全球观看次数已超过1亿次。 包括迪士尼加、 Hulu和ESPN加在内的综合流媒体业务首次实现盈利, 这得益于ESPN加在过去三个月的强劲表现以及直销消费者部门的季度表现超出预期。 迪士尼在五月曾表示, 由于其在印度的平台Disney加Hotstar, 预计第三季度整体流媒体业务将有所放缓。 公司当时还表示, 预计综合流媒体业务将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因此这一盈利季度出乎意料。 在体验部门, 包括主题公园在内的收入在第三季度增长了3%, 国际收入增长了5%, 国内公园和体验的运营收入下降了6%, 而国际运营收入则小幅增长了2%。 迪士尼表示, 国内公园和体验的运营收入下降是由于通胀、 技术支出和新客户服务导致的成本增加。 公司警告说, 第三季度在国内公园需求的放缓 可能会持续到未来几个季度。 预计第四季度体验部门的运营收入将比去年同期下降中个位数, 这是由于国内公园需求放缓, 中国市场的周期性疲软以及奥运会对巴黎迪士尼乐园正常消费者旅行的影响。 迪士尼现在预计全年调整后, 每股收益增长30%。 周三纽约早盘交易中, 公司股价下跌了3%。 结合这些信息来看, 迪士尼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尽管主题乐园面临挑战, 但流媒体和电影业务的崛起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希望。 艾格和他的团队正努力说服投资者, 未来的迪士尼不仅仅是一个主题乐园, 而是一个全面的娱乐帝国, 涵盖从流媒体到电影的全方位领域。 随着新一轮电影的推出和流媒体订阅的增加, 迪士尼的未来前景光明。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迪士尼近年来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尽管其主题乐园业务一度是公司的强劲支柱, 但近期消费需求的放缓给其带来了挑战。 然而,迪士尼的媒体资产表现却开始变得更加令人振奋。 首先,迪士尼的流媒体业务在2022年至2023年间经历了重大转变。 主要的流媒体平台, 迪士尼家、Hulu和ESPN家首次实现了季度盈利, 赚取了4700万美元。 这一成就尤其显著, 因为在去年同期该业务还亏损了5.12亿美元。 为了进一步推动流媒体业务的增长, 迪士尼计划在2025财年继续扩大其市场份额, 并采取措施打击密码共享, 同时提高流媒体服务的价格。 这些策略类似于Netflix之前采用的措施, 后者成功增加了新客户。 迪士尼的电影业务也在近期表现强劲, 《脑筋级转弯2》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死士与金刚狼》在全球上映两周后收入8.24亿美元, 公司也成为2024年首个全球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影视公司。 迪士尼未来两年内计划发布一系列大制作电影, 如海洋奇缘、木法沙、美国队长、白雪公主、 雷霆特工队、神奇四侠、动物方城市、阿凡达、 复仇者联盟、曼达洛人和玩具总动员。 这将进一步增强其在电影市场的地位。 尽管媒体业务表现出色, 迪士尼的主题乐园却遇到了一些问题。 消费需求的放缓,部分归因于价格上涨和经济不景气, 这些因素影响了曾经主导迪士尼收入的旅行者。 尽管入园人次保持稳定, 并且游客在乐园内的消费有所增加, 但整体收入和利润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美国市场, 低收入消费者感受到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而高收入消费者则更多选择国际旅行。 尽管如此,迪士尼表示这只是暂时性的问题, 并预计未来几个季度入园人数 和每位游客的消费将逐步恢复。 然而,在国际市场上, 迪士尼乐园的表现依然强劲, 入园人数和预定房间数均有所增加。 国际乐园的运营收入也有所增长, 但国内乐园的收入下降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 技术支出和新服务投入导致的成本上升。 公司预计这种需求放缓可能会持续到未来几个季度, 但不会对长远的业务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总体而言,迪士尼开始重返盈利轨道, 主要得益于其电影和流媒体业务的出色表现。 在第三季度,公司实现了12亿美元的运营收入, 同比增长近三倍,总收入达到了231.6亿美元, 超出了华尔街预期的229.1亿美元。 虽然国内主题乐园业务面临挑战, 但迪士尼的整体财务表现依然有利, 预计全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增长30%。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博·艾格表示, 公司对未来的增长和盈利非常乐观, 计划继续投资于主题乐园和邮轮, 但同时也将大力发展媒体业务, 以确保公司在多个领域均衡发展。 在未来的财报发布中, 投资者对媒体业务的兴奋可能会成为股价上涨的关键因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be real. Disney's media assets are hotter than a jalapeno in a heatwave. Look at the numbers. Disney Plus finally making a profit with $47 million, compared to a colossal $512 million loss last year. That's like going from a Titanic sinking to riding the wave on a luxury yacht. And it's not just streaming. Inside Out 2 is breaking records and Deadpool and Wolverine is raking in the dough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bub. If this isn't a comeback, I don't know what is. Oh please,楚天书, let's not get ahead of ourselves. Just because Disney's media business stopped bleeding money doesn't mean it's time to pop the champagne. The parks are in a slump worse than your grandma's old couch. Profits from domestic parks are down by 6% and inflation and tech costs are eating away at the margins like a pack of hungry hyenas. Plus, if the parks are the backbone of Disney, right now that backbone is more crooked than a politician's smile. Shit, shee, shee, you can't just dismiss the media success like it's a mosquito at a barbecue. Imagine this. Disney's streaming platforms are set to hike prices. If that doesn't scream money rain, I don't know what does. And did you hear about the upcoming movie lineup? We're talking about blockbuster names like Moana, The Lion King, and Avengers. Disney's like the Midas of Hollywood right now. Everything they touch turns to gold. So, let's not ignore the treasure chest just because one of the keys is rusty. It's cute how you think price hikes are going to solve everything. Sure, hiking prices might bring in some extra cash, but it could also drive customers away faster than a skunk at a garden party. And let's talk about that treasure chest, the parks. Disney plans to invest $60 b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That's a lot of churros, my friend, and with park attendance flatlining, it's like pouring money into a leaky bucket. The domestic parks are struggling,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m can't save them forever. Xie Qici, you're like a glass-half-empty kind of person, aren't you? Even if the parks are taking a temporary dip, Disney is playing the long game here. It's like betting on a slow horse that suddenly decides to sprint. The international parks are booming, and domestic will rebound. Remember, this is the company that turned a cartoon mouse into a global empire. Besides, diversification is key in business. With both media and parks, Disney's got its fingers in all the pies. And unlike Humpty Dumpty, Disney knows how to put things back together again. You're as optimistic as a kid on Christmas Eve, and I admire that. But let's be real, diversification only works if all parts are strong. Right now, the parks are as fragile as a soap bubble. Consumer demand is down, and if people aren't splurging on Disney vacations, that's bad new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Mickey Mouse money anymore. We're talking billions. So, while you and Bob Iger are busy dreaming about media profits, the parks might just slip through Disney's fingers like sand at the beach. At this rate, Disney's only magic trick might be making investors disappear. 请大家继续收看 首先,咱们得先看看数据。 迪士尼的综合流媒体业务, Disney家, Hulu和ESPN家 首次实现季度盈利 赚了4700万美元。 相较于去年亏损的5.12亿美元, 这简直是天翻的富的变化。 就像咱们平时, 看剧看到深夜, 隔天早上还能精神抖授一样神奇。 再看看票房, 脑筋及转弯2成为有时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死士与金刚狼, 两周就赚了8.24亿美元。 迪士尼都快变成2024年首个全球票房超过30亿美元的公司了。 爱格大叔, 迪士尼的CEO, 可是兴奋的不行, 还准备打击, 密码共享, 搞得Netflix都得点个赞。 可是, 天有不测风云, 迪士尼乐园部门就莫这么幸运了。 虽然大家还是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 但近期的消费需求放缓, 搞得利润下降。 这就像你去乐园玩疯了, 卡里的钱也跟着疯狂流失一样。 爱格表示, 经济不景气对乐园造成了影响, 尤其是那些曾经支撑公司业务的旅行者。 就像美国人减少了日常消费, 但旅行和休闲还是舍得花钱。 不过, 这次好像大家选择带在家, 这对迪士尼来说可是个坏消息。 科技和新设施的投入也给乐园部门增加了压力, 搞得这部门的财报就像Airbnb一样糟糕。 不过, 话说回来, 迪士尼的国际乐园表现还不错, 尤其是那些高收入的消费者进行的国际旅行。 这就像你考试挂科了, 但英语还考得不错一样, 总算有点安慰。 公司还表示, 虽然需求略有减少, 但也不到严重的地步。 就好比你饿了, 还能靠泡面度日, 日子总是能过的。 再来看看第三季度的财报, 迪士尼总收入增长了4%, 达到231.6亿美元, 超过华尔街预期的229.1亿美元。 内容销售和授权部门也是一片光明, 头脑特工对二, 成为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吸引了超过130万迪士尼家的注册用户。 这就像你发现自己终于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那个人, 自信心爆棚。 总的来说, 迪士尼的媒体业务真的是逆袭成功, 而乐园则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爱格大叔也很乐观, 认为2025财年会有不错的增长。 公司还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在主题乐园和邮轮上投资600亿美元, 这就像你决定给自己一个豪华的未来, 努力储蓄一样。 咱们就看看, 未来迪士尼能不能在媒体和乐园两方面都发挥出色, 让股价再上一个台阶。 总结一下, 迪士尼的媒体业务和电影部门最近大放异彩, 留媒体首次盈利, 票房也高气, 但乐园部门却因经济不景气和科技投入压力而表现不佳。 未来的迪士尼能不能一手抓媒体, 一手抓乐园, 再次成为股市宠儿。 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